就是說三共艦出現在蘭嶼海域 是不是也有點算是要抗議 因為在烏克蘭俄烏戰爭這個開打的同時 我們看到美國方面動作蠻多的 包括他們是穆倫派來台灣了 龐佩奧現在也來到了台灣了 是不是會給我們更一個定心丸 就是之前拜登輕忽烏克蘭的情勢 對他的聲望確實造成了蠻大的影響 他這一回台灣這樣真的有定心丸的作用嗎 我覺得當然是有 就是說這個拜登的特使團 就等於拜登親自到 那只是說拜登真的不能夠親自到 但是他的代表團就是代表總統來訪問了 那你挑這個時機 本來這個白宮就已經宣布了 拜登在春天的末 或是就是四月跟五月的時候 會有第一次的亞洲之行 那亞洲之行就是要去日本跟韓國 那韓國也許是3月9號 他選一個新的總統出來 可能未來的路線會比較親美 這個是大家會可能比較預期到的 那他這個拜登去日本要幹嘛呢 他就是要舉行一個四方會談 就是美日印澳的四方會談 那四方會談在美國新的印太戰略裡面 他就是所謂的印太的北約 北約就是你只要是北約的話 他就會超過所謂的經濟體 就是所謂的經濟的經貿的架構的合作 就是不只經濟 像CPTPP就是一種經濟而已 然後你盟邦那你像歐盟 他就是一種政治上的盟友而已 可是北約就是隱含了非常大的一個軍事的意義存在 所以說你這個在美國上面 在這個非常加強這個四方的會談 甚至要把四方會談變成印太的北約 這一點就是美國在展現保衛台灣的一個決心 決心點 就是說我這個地區我要加強盟邦整個軍事的現代化 跟整個威嚇力 對於中國的威嚇力 這個是整個美國印太政策執行的一個重點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拜登派出來的代表團 在見總統的時候 總統當然就講說希望也是保護台海的安全等等 但是在見到副總統的時候 副總統直接講到一句話 希望台灣可以加入四方會談的夥伴 所以說這個東西甚至未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所謂 跟美國是個軍事夥伴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整個 當然我覺得說 當然你要進一步加入所謂的 目前的美日印澳這個四方會談的 這個夥伴對話機制上面 可能會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提出第一步的要求 因為如果說這個整個北約的印太的北約 主要就是在防堵中國侵略台灣的話 那台灣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結果主角不能加入 對 主角不能加入 我覺得就是說至少在日本展開這個四方會談視訊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參加一下 就是拍開台灣一個多一個視訊的鏡頭而已 我們要加入會不會是挑釁中國 挑釁中國 現在很多人我們做什麼 連川普都說哪裡挑釁中國 那我就覺得說挑釁中國的話 那要問一下國民黨 那會使命要求這個一定要見拜登的特使團 他們去問一下中國肯不肯 有沒有去問過 對啊 都在挑釁中國 對啊 那你沒有問過你就直接去見拜登的特使團 有沒有中國會很生氣 覺得國民黨在挑釁中國 所以如果你處處都要得到中國的高興 那就不用玩了嘛 台灣就直接封送嘛 所以就是因為中國也是 大家就想過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情況 大家都聯想到台海的情境非常多 所以要如何未來防止 就是說這個中國 有人會講說 中國看到俄羅斯這樣 就是對台灣也是要採取一個迅速的作戰 好 那這個是一個點 那可是台灣人看到是說 我們一定要拼命的抵抗 像這個烏克蘭的第一夫人 這樣的一個講話 就說還有包括他的總統 他總統是一個喜劇演員出身 那大家就說他這次的演說 幾乎就是照劇本的 那照劇本的講話 每一句話都打動人心 然後他還呼籲全世界 就是說這個烏克蘭絕對不是只有烏克蘭 是代表全世界在抵抗俄羅斯 再是一個所謂歐盟上面的良心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台灣 在這個就是說四方會談裡面 我們當然積極的爭取參加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在整個夥伴關係上面 跟這個美國還有印度日本 尤其日本未來兩岸在上面 他可能也會派兵 在這個兩岸如果有戰士的時候 他的兵的自衛隊 可能也是在有上前線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未來 美國在春天拜登來亞洲的時候 要非常緊密 盯緊的情勢